说到藏傲时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想到 他们是一种体型比较大 性格很凶猛的狗狗 他们的力量很强 动作很敏捷 对领地方面特别看重 虽然看到陌生人时 他们会大声喊叫 但是对主人 他们都是特别忠诚的 很善于保护主人和财物 有这种大型狗狗在 人们都会莫名的心安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藏族人们口中所说的 海兰兽吗 它可以说是藏傲中的 王者 竟能统领藏傲 浑身都是天蓝色的长毛 可能是很多人 第一次听到过海兰兽 对它不是特别了解 海兰兽是藏傲的一个变种 是黄金眼和血傲繁衍出来的 这种藏傲的力量特别强 它身上全都是淡蓝色的毛发 人们很容易辨别 在藏族人们心中 这种藏傲是特别高贵的 它是权力和敌位的象征 气场特别强 普通藏傲只要看到海兰兽 就会不敢随便乱动 会默默站在一旁 锋利的爪丝立即藏起 不过海兰兽是特别稀有的 百年都见不得有一只 如果人们看到海兰兽了 那真的是太幸运了 海兰兽在藏傲里的地位 是特别高的 藏族的每一位村里 都特别的想得到一只海兰兽 有了海兰兽 人们根本就不用担心 自己会受到伤害 家里的东西 被偷等等各种事情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